我们今天在上课以前,先来处理一点杂事 就是昨天陈助教来这个教室 看到我们外有贴一张公告 说是大约是下下次上课的时间 就是12月的19、20号那个课的时间 他们因为要整修教室 好像不知道是粉刷墙壁还是什么 就强迫一切借教室的人无条件顺言这样子 所以呢原则上我们就莫名其妙的 19、20号那个礼拜可能会多一个假日 当然我只是看到这个告示我也不敢说一定是怎么样 所以我可能是等到下个礼拜陈助教去问清楚了 再看看怎么样 说不定他油漆干了我们就回来上 也不是说绝对放假 但是呢既然提到了放假呢 就昨天就多看了一下同学的脸色啊 就是听说这个2010年的这个元月2号又是我们上课的日子 可是那个是元旦连续假嘛对不对 那提到要不要放假的时候 同学的脸上都露出了非常惊喜的表情啊 所以大概又是无条件通过啊 我的意思是说我当初租在教室的时候我是没有想到放假的 我那时候是想咬紧牙跟蹭完整整两踢再说 可是想来啊我自己也有一点想休息了 同学也是很想休息了啊 所以就有这种放假的机会就放吧 而且呢我之前在规划这一次的课的时候呢 我是没有注意到接下来这一年的那个农历年是来的比较晚的 是中间有润月的样子嘛是不是 那这个农历年的这个润月啊造成 应该说这一次的润月造成明年的农历年来的比较晚 所以呢我想我们就尽可能啊这样子中间停一次上一次停一次上一次 然后尽可能的把课上到逼近农历年前 比如说2010年的1月的底这样子就是上到放 因为过年是大年初一是2月14号嘛 那如果我们2月7号还上课的话 同学已经是处在这个抗议的姿态了啊 所以就大概1月31号那个礼拜我们就休息 然后休一个月让大家把年假过完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至于说过完年假之后上课 我想也是不要上太用力啦 大概2010年的阳历的三月头开始上 上到4月下旬5月初就再休息好了 大概这样 因为我们伤寒的部分教完了 说起来杂病的部分 我认为教起来会蛮快的啦 这个课预计差不多三年左右上完啊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上完的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规划 所以我们停课的时间是 大约是2010年的整个2月是不上课的啊 那么有可能2010年的整个5月也是不上课的啊 那同学如果要有什么打算的话或许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那至于说今天要上的课呢 我也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想要想要用力教的 怎么讲呢 因为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啊 已经是从前讲过快要两次了 就是那个时候在教真五汤的时候啊 就谈到了关于糖尿病的话题 讲了一些了 然后呢 教到虚劳篇胜气完的时候呢 糖尿病的话题又讲了一些了 那这一次呢 等到我要来备课的时候 我就觉得已经完全都是正生了啊 就讲要讲什么东西觉得不是都讲过了吗 所以就想想啊 也没有什么好用力的 而且这个糖尿病这件事情啊 你说到底是需要什么伟大的医术才能摆平它吗 我觉得学金方学到现在啊 越来越觉得也不需要很伟大的医术了 我觉得要把糖尿病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好的 需要的是很勇敢的病人吧 对不对 其实他所需求的医术是相当之低的 但是他所需求的病人是比较麻烦的 就是什么东西都要敢吃啊之类之类的啊 就是没有这种病人 那这个病啊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搞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我们今天啊 还是从那个讲义的金汇药略的条文开始上 那上到有相关到桂林本 我们就两个本子参看参看啊 这样子 这个金汇药略的这个第十三篇啊 是肖可、小便利、零病啊 这三种病 那么有一些古时候的研究者啊 就说为什么是肖可加小便利呢 就是小便利不是没病吗 应该是小便不利才是有病吧 可是又有一些著家说 其实不用硬的把这个片名改成小便不利 因为它里头的的确确有一条啊 是在讲说人处在某种状况的时候 会有小便太多的问题 因为有这个小便太多也是一种病 所以它小便利算一种病 那至于小便尿不出来的叫做零啊 零病 就是小便是一滴一滴出来的 这种的叫零病 所以这三个放在一起 而主要关于糖尿病的条文呢 如果我们看桂林本的话 就是在绝音篇啦 是不是 那么究竟糖尿病这样的一种调调的疾病啊 它要算到绝音比较好 还是要算到这个杂病里头 像金汇药略的这种编排的这个篇章里面呢 我想是 金汇药略的这个肖可小便利灵病这一篇啊 本身是金汇药略里面让人感觉到最不需要成篇的几个篇之一 怎么讲呢 就是它里面有一些条文嘛 你会很清楚的看得到 它就是从伤寒论哪里剪过来的 虽然呢 我们都晓得张仲锦原来写了一本伤寒杂病论 后来被后代的人拆成伤寒论和金汇药略 可是也没有几篇会像这一篇这么样子的路股 就是明明白白就看得到 这是从伤寒的哪里超过来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篇本身的逻辑呢 就让人觉得并没有很可信赖的感觉 因为是七品八凑的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说不定 在观念上面 我们还是尊重一下贵的股本 把它当作是绝因病的一种形态来看待 学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 然后呢 提到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话题 有一两件事情我们要稍微厘清一下 首先我们古时候的中国人 是无所谓厌血糖这件事情的嘛 是不是 但是呢 如果一个患者他得了糖尿病的话 小便多多少少会因为血糖过高 而让小便带有糖 所以他的尿尿啊 蚂蚁会喜欢来舔一舔啊之类的 所以古时候的人从这一类的事情 也能够发现这个人 他的身上好像糖有点多到满出来了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的中医界啊 曾经有过这样子的声音 当然不是绝对 但是比如说 某些中医他会讲说 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个消可病啊 你不能够跟西医说的糖尿病画上等号 那么中医他认为说我们中国人的消可跟西医的糖尿病不应该画上等号的原因 我想我们可以理解 是因为我们在看待这个消可病主要是一个可症或者是小便的状况 或者是他吃东西吃很多都没有饱足感 这等等的症状来看的 而西医在定义的糖尿病 虽然一开始比较严格的糖尿病的定义是所谓的尿崩症 就是那个人至少要有贫尿的问题 才能称之为糖尿病 可是最近这些年呢 好像只要一个人的血糖比较偏高一点 西医就大概就一般论的就说 哦这个人是糖尿病患者了 那么所以一个人的血糖高 他很可能高了几十年也没有什么症状啊 是不是 说不定那个症状不足以到达我们中医说的消可症的那个主症框里头 所以你可以说呢 西医说的这个糖尿病跟中医说的消可症 他不能画上完全的等号 可是即使不能画上完全的等号呢 也没有差的那么多 也就是说彼此之间会说 我说这个不是你说的那个 当然会有这种说法存在 但是基本上他们所指的是不是同一种病呢 那绝大部分还是同一种病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中医说的消可症的病人 跟西医说的糖尿病的病人 这个实在也是重叠度蛮高的 因此我就觉得就比较轻松的来看待 就把这两个东西看成就是大部分的情况是指同一件事 这样子的想法是比较容易处理的 而另外一个关于这个糖尿病或者是消可病的一个需要做一点小整理的地方 就是张仲锦医学里面的消可病啊 跟皇帝内经里面的消可病 在病基的领域是并不能完全化上等号的 也就是说啊 历代的中医 我想先不要说太古代好了 就像是最近这不百年之中 我们也知道 一般的中医市场 并不是把持在金方派的手上的 金方派复兴是邻国初年一小镇 现在正在火红这样子 可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呢 这个金方派并不是中医的主轴 那么西医这个糖尿病的说法流行起来的 这个二三十年啊 刚好也不是金方派 是主流的状态啊 中医这边 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 会造成什么样的中医论点上的问题呢 就是如果说是 我们姑且说后世方派啊 或者是十方派好了 那么十方派的医学的圣经 是皇帝内经 对不对 也就是说到这个人体内有何等的病基 会造成这样的一种状况 这个你倒推到极点是皇帝内经 可是呢 皇帝内经里面在说的萧可病啊 跟张仲景在说的萧可病 老实说没有很接近 也就是 你中医的萧可病跟西医的糖尿病相当的接近 可是在说这个病的来龙去脉的时候啊 张仲景那一套跟皇帝内经那一套是不一样的 而大部分的 十方派的中医者 影响他是会去选择张仲景的那一套 还是皇帝内经的那一套 那当然是比较容易去选择皇帝内经的那一套 当然我不是说张仲景跟皇帝内经是截然不同 不是这样子 而是他们的着重点不一样 就比如说像皇帝内经里面啊 讲到这种热中消中的病啊 就是这个人很容易造渴啊 吃很多要喝很多这种病的时候 常常会连上一个一种人叫做富贵之人 就是这个人呢吃得太好 营养过剩 于是乎他 他的 他吃到的这个营养或者说糖啊 没有地方去已经塞到爆了 所以呢就满到连尿都是甜的了 就是皇帝内经有他非常原始而不科学的部分 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皇帝内经里面哪一句话是谁写的 所以他会很理所当然的说 你看这个人出来的东西都是甜的 所以这个人一定是太甜了 所以就是吃了太多 所以就是你从皇帝内经去接触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啊 你会认为这个人是营养过剩造成这个状况的 有这个可能 比如说讲到这类的人呢 你不可以吃太热的药或者怎么样 不然这个人会烧掉 就是这类的长大疮之类的 有些没的这类的论典 所以皇帝内经那个流派这样传过来的中医 他面对肖可病的时候 他会很容易有一个来自于内经这一派的印象 就是这个人营养太多 这人吃的太好 那刚好这又是文明病对不对 所以大家会觉得 哦你看营养太多吃的太好 所以即使是中医这边也会认为说 治疗尿病的时候呢 啊你营养太多 所以你要吃少一点 你要吃清淡一点 这样才会有人不要那么甜 就是即使是中医也有可能支持这种说法的 这就是内经派里面的一个部分 那么你如果要说内经派这个部分在说什么呢 内经派这部分说起来哦 营养太好是一个面向 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这个人的体质太热 那么体质太热这件事情呢 就跟重景医学有重叠的地方了 比如说金贵药类里头这个消可片啊 也会引用这个伤寒论里面的这个白虎家人参汤来使用 那至于某有一些糖尿病患者刚好症状和了 吃了白虎家人参汤的的确确这个血糖是降下去了 所以这么的一种啊 来自于这个阳明的热 所造成的这个糖尿病呢 张仲锦是承认的 但是这是不是张仲锦认为的最终极的糖尿病呢 不是 这只是一个从伤寒论里面超过来的主症而已 张仲锦本人都不见得称这个东西为小可 所以内经说的这个人太热 或者是伤寒论里面你用猪磷汤啊 白虎人参汤可以处理的那种糖尿病啊 他也不是张仲锦心目中的那个标准的糖尿病啊 只是今天刚好发现这个方用在这个主阵下可以去退血糖 所以就用了 那接下来就要问了 张仲锦认为的糖尿病又是什么东西呢 那刚刚讲的这个扬明有热这件事情 基本上张仲锦是承认的 可是呢 我觉得张仲锦在承认扬明有热的时候啊 你真的去看他的这个文字论述 张仲锦他在讲这个人 胃啊 我们说脾胃脾胃吧啊 这个消化道的运作的机能整个算是胃 对不对 我们不是真的用解剖学说挖这一块是胃啊 就是以功能而论的 那消化道的这个推送东西啊 这类的机能我们说是胃 那另外这个消化道比较是收纳营养的机能称之为皮 对不对 那么张仲锦讲到这个胃气太旺或者太热的时候 其实张仲锦同时会讲什么 这个人皮很虚 所以这个人是处在一个皮虚而胃太热的状况 那么脏腐相表里如果这个腐会机能过度旺盛而脏机能过度低下 那这样子的话究竟要算什么病呢 我想张仲锦给他的定义是其中一种你可以称之为虚劳 对不对 因为这个人脏太虚了 所以阳气才会浮上来 那另外呢不说虚劳 纯粹说这个人体质太寒有没有可能 也有可能会阳气浮脱 对不对 这是以虚劳讲以体质寒来讲 那以体质寒来讲会不会挂到哨音 也可能 所以我们要处理糖尿病的议题的时候 也要过一下哨音的篇章 那另外呢 丧跟腐这么本来要结合在一起的东西 阳浮上来 然后里面都空空 这个阴都掉在底下一样 那这个脏腑的阴阳分裂 能不能算是绝阴呢 其实也可以算是绝阴 因为得绝阴病的人啊 比如说很标准的污眉丸症的患者 他常常就是又有高血压 又有心脏病 又有糖尿病 所以这个 以主症框来讲 很漂亮的绝阴病患者 也可以有糖尿病的 所以 糖尿病这个病 你说 方剂好不好用 我觉得 白虎加人参汤 这样一个结构 或者是 张宗景不拿来治消可 但主阵有挂到消可的 瓜楼取卖丸 又或者是肾气丸 这几个很基本的方 你用得顺手了的话 这个糖尿病啊 只要病人肯配合 你多多吃糖嘛 那都是医的很容易的了 但是问题是 现在病人不配合啊 所以就变成不太好使 这样子 那么我觉得 读这个篇章啊 比较可贵的就是 历代的医家啊 为了糖尿病 可以说是发明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方子 如果同学随便上网Google一下 糖尿病的什么 民方 要四百首有四百首 要六百首有六百首 而我也不是要说 那个什么黄连福灵丸没有效 我也不是要说 什么玉米须没有效 这些也会有时候有效的 但是我会觉得说呀 如果你是照张仲景的医法 去处理糖尿病的话 大概十个里面 你可以有九个人医得稳稳的 那剩下来的一个 你再去找偏方就好了 那可是如果你呢 我们如果沉迷于那些偏方之中的话 有的时候 你要收集的各种怪招 你没有办法搞好这个人 因为有些最基本的东西 还是经方处理的比较好 像这个盛气丸 把这个阳气纳入三阴晶的这个效果 那你用其他的方计 要达到这个效果是非常的难 这个很基本的部分 然后呢 我们要再看一看 西医所说的糖尿病 它的两个类型 要如何跟我们中医的这个糖尿病做对应 那糖尿病呢 有所谓的第一型糖尿病跟第二型糖尿病嘛 对不对 那西医说的第一型糖尿病呢 就是这个人分泌胰岛素的这个胰岛里头的β细胞啊 被因为这个人的自体免疫失调而被淋巴系统吃掉了 也就是这个人他因为处在自体免疫有问题的状态 他的胰岛细胞被他自己身体吃掉了 于是他的胰岛素就不够了 那么这样子的人呢 他就是会变成一种需要使用胰岛素来让他的血糖能够被组织吸收的状况 而通常呢 你说西医在看诊的时候 会很用力的去分辨这个人是第一型还是第二型吗 他们通常是这样啦 就是因为我们看西医也知道 每一个人能够分到的时间并没有很多 也不会因为你血糖高就要做什么多怎么样的检查 那通常一般论的说法呢 就是如果是第一型的糖尿病患者 通常是比较年轻的比较瘦的 那么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呢 是比较年长的比较胖的 也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人如果是十七二十岁来就已经血糖过高了 通常西医就直接把他想成是第一型的糖尿病 大概是这样的状况 那么第一型糖尿病 第一型的糖尿病 西医至少他还能够给出一个病因 这个病因就是他的免疫机能失调 然后呢吃掉了胰岛细胞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可是西医很清楚病因的这个第一型糖尿病啊 我不知道我们中医临床要怎么抓住症啊 因为他的那个胰岛细胞啊 是在比如说十年十几年之中慢慢被吃掉的 所以到底他的这个血糖高起来被发现之前这一段时间 他的身体是我们张仲锦医书里面的哪个主症匡 老实说我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们一旦那个人已经被检验出来的时候 他之前那段岁月都是不可考了 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第一型糖尿病的患者会比较像是张仲锦说的那种 好像胃太热皮太寒的那种 也会比较像是《黄帝内经》里面讲的那种吃太好的那一种 而第二型糖尿病呢 就是这个人他的胰岛素的分泌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他的身体分泌了胰岛素呢 细胞也不会乖乖的把糖吃进去 这个肝脏啊该吃进他们细胞 也不会乖乖把糖吃进去 因此呢 现在的问题就是 西医这边呢 他们很诚实的说 我们不知道第二型糖尿病是怎么发生的 那个不知道其实是很诚实的说法 那我在跟我的西医朋友请教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就说能不能说是因为这个人紧张啊 然后肾上腺这个随直素分泌啊 所以造成这个血糖升高 而这个胰岛素不能够发挥十足的效用呢 他说没有办法 因为他就说因为我们在临床上面 可能会常常听到这个病人说他压力很大 他很焦虑他很紧张 可是这个人压力很大 很焦虑很紧张 这种东西是不能量化的 就是我们并没有什么确实的数据可以量化 这个人的紧张跟焦虑是到什么程度 所以就算临床上我们觉得有这个调调 但是不能够直接讲这个因果 因为没有办法用验血验出来 那我就说我听他这样讲也觉得对 因为如果你像某某人啊 他可能压力很大可能很紧张 但是他结果也不一定变成糖尿病啊 是不是 所以这种东西都是多方向对应的 你很难说一定会变成什么病是不是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很难硬的讲 那我就问说那到底什么样的人跟第二型的糖尿病有最高的对应度呢 如果紧张压力也不能讲的话 他说那就是现在说的代谢不良症候群的人是有最高对应度了 就是当一个人啊 他年纪差不多到了啊 血压升高了 血糖开始有点高了 腰围变粗了 那有这个状况的时候呢 通常就是最容易变成第二型糖尿病了 那么血压血糖跟腰围啊 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这个人的代谢机能有问题 那么如果你去看到 关于西医报告的这个 容易变成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的那种 肉体状况的描述的话 大概最容易感觉到的就是 这个人是中医学的水毒 水毒体质 所以呢 我们张仲锦啊 在治疗糖尿病的方子里面 虽即使这个是边经溃药略的人硬从伤寒论减过来的 但是呢也会有用到比如说五菱散这类的方子 那么用五菱散这个方子的时候 其实历代很多的医家对于五菱散治糖尿病这件事情觉得非常不认同的 因为他会觉得说中医说的消可整个病基不是五菱散的那个病基 就是很多医家会认为说五菱散治小便不利不是治消可 就是就是说他的疾病分类 可是如果你看到现在的这个临床的这种观察啊 现在医院的这种观察发现说会变成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 绝大多数都是水毒型的体质的话 那你就会知道那些药物其实都是有意义的 就是张仲锦在处理糖尿病很多是在处理之所以这个人会变成糖尿病的那种代谢不良的体质 你想想看五菱散症脱的九点会怎么样啊 那脂肪肝啊对不对 这个身体里面这里那里都会堆的啊 所以容易堆积脂肪的人啊 这样子这样子这一类的病 我想张仲锦医学里面还是提出了一些比较有意义的建设性的论点 那再来呢 就是这个第一型的糖尿病患者跟第二型的糖尿病的患者 他的人口比例如何呀 全世界目前都是第二型的患者压倒性的多 只是呢 那个压倒性的多 如果你要讲细一点的话 大概北欧啊跟美洲的地方 第一型的糖尿病的患者的数量是东方人的五六十倍 也就是东方人里头几乎是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第二型的 第一型的是很含有的 那么在欧美的某些地方第一型的稍微多一些 但是总数量来讲还是第二型的多 那么第二型的糖尿病 要记得了哦 它是西医说的原因不明糖尿病 因为是原因不明糖尿病 所以该怎么医哦 现在也是 很难说 就是有一些酱糖药啊 在某个程度是可以刺激细胞 把糖吃进去的 那或者是某一些酱糖药是 某个程度是让你的身体不要吸收那么多糖的之类的 但是他们是因为比较专注在血糖这个事情上面 总觉得血糖高了会把人弄成什么样子 所以怕血糖高起来 但是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在讲这件事情 就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在说 可能比较要紧的是 这个人的身体吃不吃得到糖 对不对 他的细胞如果被饿坏了 这个人就要完蛋了 这是不同的看法 而因为是第二型糖尿病 他是本身这个人对于胰岛素没有什么反应 所以基本上在一开始定义第二型糖尿病的时候 就会说 这种人是不必用胰岛素来治疗他的 因为他不缺胰岛素 是不是这样子 可是呢 你说今天在治疗第二型糖尿病的时候 就不会用到胰岛素了吗 还是会用 就是一开始用一些 也不知道他的功能真正如何的那种降糖药 在那边降降看 那降到这个人血糖还是飙起来 他没有办法收摊了 他紧张了 那他就会还是用胰岛素 加量的用下去 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身体对胰岛素反应顿感 对不对 那平常人的正常的量的胰岛素 你没有用到我打两倍打三倍 那总有一点反应嘛 就是加量的胰岛素就压他 那这样子也可以有某种程度的疗效 那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 但是基本上是第一型的才是确定胰岛素不足的 用胰岛素来治疗的 那么第一型如果不讲他那个自体免疫功能的那个问题的话 光是以血糖的这一块来说 你胰岛素用了他一辈子就过得安安稳稳了 这是不太需要 就是说你就算用西医治疗也还很安稳的 那么问题就是第二型 现在整个治疗是处在一种比较混乱的状态之下 就是到底该用胰岛素还是不该用 那都如果压不住了就还是用 那用了就会有效吗 那不一定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世界的现状 那当然如果你要我说的话 我还是觉得我们中医啊 中医这一块会比较倾向于这个内经也有讲的 张仲锦也有讲的 就是糖尿病它可能是来自于虚劳的 那这个比如说这个人肾虚了 自然而然这个人就会比较不容易把营养抓住 这是我们在中医的临床上面会很容易看得到的 或者是一个人肾羊不够了 就会很明显的看到西医说的这个代谢不良症候群 对不对 这些都是在中医的世界很容易看到的 那至于说哪一个脏虚是比较严重的 就是说糖尿病到底是脾脏虚的比较猛啊 还是肝脏虚的比较猛啊 还是肾脏虚的比较厉害啊 我想在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不同的这个 比较有那个反应的那个脏 可是话又说回来 我觉得以张仲锦的肾气丸来讲啊 几乎都是一方全包耶 你有没有发现肾气丸他这个 一个人中年了腰围变粗了 那肾气丸很有效啊不是吗 就是那个会造成糖尿病的那个种种的因子啊 那或者一个人阳气外浮上面热下面不够不够暖对不对 这种问题 哎生气丸也有所引火归源也是靠生气丸对不对 所以张仲锦的这个一个方子其实他很多像度都会显得很有意义啊 那么那我刚刚说如果我们中医的观察的话就会觉得哎 好像啊虽然这种说法一点都不科学 没有办法符合统计数字上的正确 但是我们总是会有一种觉得有那个调调 就像我的西医朋友说你说这时候肾脏病的患者 那每一个人都紧张焦虑 我也觉得他们都很会紧张焦虑 但是我不能说这是绝对对不对 那我们这种如果允许我们不说绝对的话 那中医喜欢说什么俗话啊 就是说男人要得糖尿病之前通常会特别好色 好色是因为他阳气外脱了对不对 然后到后来就虚掉了就变糖尿病了 那男人变特别好色 那女人呢第一个女人好色我们不知道啊 那第二个是 女人的话我觉得女人糖尿病患者有很多都是我认为的爱心过多症 就是这个事情也要担心 那个事情要担心 什么事情他都要担心 就是这样子的话 他的这个 我说交感神经啊 过度亢奋啊 还是会慢慢形成这种这一类型的虚劳体质的 那么至于说 到底这个糖尿病跟一个人的焦虑紧张啊 有没有什么绝对的正相关啊 我说这个话题是一个 用我自己的话来讲 我不太喜欢直接用焦虑啊紧张这种字眼来说 我觉得我最近这几年提到这类的事情的时候 比较容易用的词是这个人是不是在恐惧的支配之下 怎么说呢 受恐惧控制这件事情会动到交感神经会让人的体质容易虚劳 但是受恐惧控制这件事情并不等于这个人在紧张在焦虑 那是完全不一样相度的事情哦 我觉得就像我最近常常在念丁助教 在念我的郭秘书 我在念他们什么呀 我在说这些人 我在说这些小朋友啊 他面对这个人生的时候 是采取一种比较退缩逃避的策略 有什么难关他不去面对 有什么挑战他也不再挑战一下 那每天也是过得悠哉闲哉的啊 那你说这种人有什么焦虑有什么紧张他没有啊 可是他这样子叫做副交感神经还是交感神经 这叫交感神经 因为他是觉得这世界很恐怖 所以处在一个比较退守的状态 所以退缩型人格或者我说什么阿宅族 那都是天下第一号色的对不对 就是那种 你其实你在那个悠哉闲哉之中 已经是严重的受恐惧支配了 那相对来讲我常常会觉得 我常常是过着紧张兮兮的人生啊 可是我说我们成年人要去感觉自己交感神经的亢奋度 其实从性的欲望是最容易看到的 因为交感神经一紧张性欲就会上来 那我却常常觉得当你很拼很拼一段时间之后 你的性欲会很久都回不来 为什么因为如果在很拼很拼的过程 你的功夫有一点提升 你面对这个世界变得比较有本事了 那自然来你整个人生就会比较放松啊 副交感神经就出来了 所以并不是压力跟紧张本身 而是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是活在这种有在进步的状况 还是有在退缩的状态 这个是比较有决定性的那个元素因素 所以我觉得你就算说这个人常常在紧张 常常在焦虑 那你这种人他是不是一定就会动到交感神经 我说不一定 因为我觉得我是那种常常能够在紧张跟焦虑之中 动到副交感的人 这是 所以那但是这个部分我想也不是大家在讲的话题 所以只是大概说一说当然这种东西呢 讲到虚劳病的时候也讲过了 那么我们在大框架之中大概顺过一遍呢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张重景 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谈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从金贵要略的这个十三之一来看一看 那同学都不用太认真 想睡就睡了 因为这些条文你看或者不看 都不会影响到你的医术的 那这个十三之一基本上我们绝音篇已经教过了 只是复习一下而已 他说绝音病的这个症状呢 会有消渴 也会有气上冲心 气上撞心 心中疼热 这就看过了 肌肉不欲食食肌吐 下肢不肯止 这是很典型的污媒完整 那你说这个人如果是上 热气上冲下胶还偏寒 那你下了 用了下法之后 他当然拉得更厉害了 那当然这个拉得更厉害也可寒可热了 那如果你下了之后 这个人整个人都凉掉了 那他是干浆 黄千黄连人生汤的那种拉 那如果这个人把上焦的热呢 因为下法扯下去了 那有的时候会变成白头翁汤 这个绝音片的时候 大概这个框架我们都认识了 所以我读到这一段我都不太好意思说张仲锦啊 是要告诉我们说绝音病啊 也会造成消克 我不好意思这样讲 因为金溃药略这条已经露骨的太过分了 就是绝音片剪过来的 就是编金溃药略的人 从绝音片随便乱剪一条进来 那再来呢 这个十三之二条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桂林本的十一支 这个桂林本的十一支